那题目要我们做的刚刚这个四件事情 我们已经从那个数据分析表先试做了 那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同样的事情 我要能够在Python里面做的话 该怎么做 那当然第一件事一样怎么样 先把这个data 直接读到我们的Python里面 所以直接读进来的话 特别注意 我先把我们逐一来看 所以这边的话 总共我们会需要做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读进来 那读进来其实在那个Panda Panda里面非常简单 就是怎么样 就是那个Panda这个物件 我把它改PS 这个SPD 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Read的底线CSV 那当然它不是只能读CSV 读E-Sale没有问题 读Jackson也可以 甚至呢 如果你想知道它能读什么 我在云端上面这边有啦 其实在最下面这边 它就跟你讲说它可以 它可以Read的什么呢 它可以To什么 也可以Read的什么 这边其实底下 都有一个叙述 你们可以再查一下 基本上常用的就是像CSV 像Excel 像Jackson也OK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跟他讲说哪一个档案 然后encoding编码方式UT8 那这个其实可以不加 没关系 因为它那个逗点 预设CSV就是逗点 然后Head的话 就是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标题 它那个标题栏位 预设的话给它Force 然后呢 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读取什么 我们第一个就是现式的那个 比如说我只要 就刚刚看到的类似像 那个刚刚看到的这个 现式名称的这个 OK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你们按照 先把那个现式先抓出来 然后呢 当然第一个你需要GrooBuy 因为为什么 你要把那个同样的东西 先把它合并在一起 另外算出现台北市的次数有几个 OK然后呢 新北市有几个 最后按照什么 按照递减排序的话 怎么做 在Python里面呢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两行程式就搞定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先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DF1好了 OK 那DF1呢 这个里面呢 你只需要用到一个方权 叫GrooBuy OK GrooBuy的话 顾名是吧 就是把它群组在一起 那群组在一起 里面的话 特别重要 瓜胡里面 这个地方后面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哪一个栏位名称 根据哪一个栏位名称 帮我怎么样 帮我GrooB在一起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还要算什么 算哪一个栏位名称 总共有几个 特别重要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一行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就GrooBuy 那一部分的话就是我已经GrooBuy之后 我还要做什么 根据哪一栏做Count 其实在那个我们的栏纽分析表是分两边 这边这个列标签 这个叫GrooBuy 右边B栏的部分呢 就是Count 根据哪一个栏位帮我去Count它 算几个 OK 所以其实概念我是觉得一样 而且只是说一个是什么 用图形化的 那一个是什么 图形化一个是拖拉下来的 然后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直接在这边写语法 所以这个是等于是GrooBuy 第二个的话呢 帮我算 OK 那算完之后的话 Return一个结果到前面 所以前面会有一个什么 DF底线这个Count 那这个物件名称是自己取的 反正你最后呢 做完的结果 请你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呢 帮我存在前面的这个物件里面 另外呢 还要做一件事 第二个东西就排序 排序的话就是 我们要递减排序 前面讲过嘛 所以你可以用什么 这一个Data Frame物件 让它用Sort的方法 点Sort的底线Value 刚刚有用过 那Value的地方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 因为目前只会有一个栏位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GrooBuy 所以我们前面有个By By等于哪一个栏位 不过因为只有一个栏位 你不用特别指定 就是那个栏位了 后面的话呢 再来就是递真或递减 所以这边我们要递减的话 那就是什么 利用ascEnding 等于什么False就可以了 OK 然后False的话呢 那就是递减 所以我们做出来来看一下 所以其实做出来 你会发现 跟那个什么 跟在那个 我们的 最后print它 那你会发现的 这边 Ctrl把它弄到下 print它 理论上底下应该print我们要的东西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第一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切一下 刚刚没切 你会发现 我们一样按照那个递减排序 所以看到结果 应该是在跟书纽分析表看到 会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OK 所以两个方法看起来 不一样 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觉得两者之间的最大的差别 应该就是一个是用程式 一个是用那个图形化的方法 OK